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学生毕业展走入百货公司 台南市光华高中和台南大员百合作 今起至27日将学生的成果搬到百货公司里呈现 今天下午并已走秀 让民众看见学生的原创立 由光华高中流行服饰科和时尚设计学成毕业班的学生代表 穿上他们自己制作的服装 在百货公司里走秀 吸引不少贵戒及逛街民众的目光 五组走秀作品各具特色 流行服饰科师生以本土山芙蓉花为主题 结合新科技运用剪纸冲花 镂空在布料上的刻画山芙蓉印记 俘获得全国家政权专题制作决赛第三名 而另一组作品繁花似锦 则获得全国家式技艺竞赛团体组第一名 校长张书霞表示 学生的作品可看到剪纸 图腾 朱绣 编织等元素 虽是现代创意风格 都融入了本土技法 另外 参旅群也准备了传统点心与蝶豆花饮料 在静态展区 还有刀草和花灯工艺 幼宝教具 机器人 创意电子书及英语绘本等 26集27日两天将有科学游戏 环保时尚DIY 玩转3D窗客曲等体验活动 与民众互动 可于光华高中网站首页预约报名 26日下午在大圆百夜楼广场 还有合唱团 乐团 花式调演秀 博吉修等表演